认真讲好每一个故事,欢迎来到猎奇手册 在寒风凛冽的2010年12月31日的夜晚 张娜在上海一家公司忙碌到深夜 直到十点半才结束了漫长的加班 她身心俱疲地拖着步伐回到了她的租住地 却没想到一进门就被房东老太太用冰冷的语气迎头盖脸地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出去 张娜有些局促轻声回答道 阿姨,我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能否再给我一周时间,一周后我一定搬走 老太太显然不太满意 只是冷冷地瞥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静止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晚,洗漱完毕的张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心中涌上一股后悔 她不禁自问,为何要辞掉在厦门稳定的工作 跑到上海追求那个所谓的梦想 如今梦想未成,事业未旧 只换来了身心的疲惫和不断的焦虑 尽管已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 但每日的忙碌让她疲惫不堪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叹了口气 心中既不甘又无奈 此时,她突然想起老太太之前提到的话 她和老伴在上海浦东区 还有一套价值三百多万的房子 这话如闪电般划过她的脑海 她坐起身来,嘴里喃喃自语 姓梁的,你们不认我不义 既然你们让我一无所有 那我也只能自救了 心中的不甘于怨气 促使她开始策划一计 她决定从明天起 开始实施她心中那个恶毒的计划 张纳与老太太之间的恩怨情仇 还需从头说起 她1988年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县的一个小农村 2006年 年仅18岁的她从计算机专科学校毕业 赴厦门一家电脑公司担任网络工程师 尽管月薪1800元 在当时看来还算不错 但对于追求时尚 喜欢美好物品的她来说 这点收入远远不够支撑她的消费 几个月下来 她发现自己根本攒不下钱来 于是她便开始考虑其他赚钱的途径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的一位闺蜜半开玩笑的提议 其实还有另一条路 你可以考虑嫁个有钱人 这话让张娜深思熟虑了很久 她知道 依靠自己的力量 开一家需要大量启动资金的服装店 几乎是不可能的 若是找到一个可靠的伴侣 或许能够给她带来不同的生活 这样的想法 让她的内心再次陷入了矛盾和纠结 时间如流水般流逝 转眼间就到了2010年 张娜这时已是22岁的女青年 经历了几段失败的恋情后 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迫切 希望能够找到她的白马王子 春节过后的一个聚会上 她遇到了金海洋 一个帅气 有才华的电视台编导 这次的邂逅 似乎预示着新的开始 张娜 一个热爱浪漫 和追求帅气男孩的年轻女子 刚好在一次聚会上 遇到了金海洋 一个谈吐不凡的电视台编导 她觉得自己仿佛捡到了宝 很快便沉浸在了金海洋的温柔和魅力之中 聚会结束后 她们互留了联系方式 此后便开始了密切的交往 到了五一假期 金海洋特意请了两天假 只为能和张娜共度美好时光 她在电话中对张娜说 我真的很难抽出时间 你知道的 我们这行假期本来就少 但我实在太想你了 再不见你 我都快要疯了 金海洋这番情真意切的话语 让张娜感到无比的甜蜜和幸福 她们的约会非常浪漫 共进晚餐后 还手牵手去看了电影 之后在厦门的街头巷尾漫步 享受着恋人的甜蜜和宁静 夜幕低垂之时 金海洋紧握着张娜的手 不愿放开 她轻声在她耳边问道 你愿意陪我度过今晚吗 张娜羞红了脸 心知肚明她的意图 却也柔声点头同意了 那一晚 他们在宾馆深入地交流了 彼此的思想和未来的梦想 随后 张娜越发坚定了 自己开设一家服装店的计划 但问题是 她手头并无足够的启动资金 当她向金海洋提出借款时 却得知她 因为要负担家中的房贷 和父母的医药费 几乎手头紧张 无力再提供任何经济支持 这让张娜再次陷入了困境 一天晚上 张娜在翻阅《厦门晚报》时 看到了一篇 关于代孕公司的暗访报道 报道揭露了代孕行业的 种种不合理现象 并对这种非法盈利的机构 表示谴责 然而 张娜的注意力 却被报道中提到的 高额佣金所吸引 她心想 如果代孕一次 就能解决她的资金问题 何不尝试一下 于是 张娜立刻上网搜寻 有关代孕的信息 并迅速找到了一家 位于上海的代孕公司 她将自己的资料 详细填写在公司提供的表格中 并迅速发送了出去 一个月的等待 让她几乎绝望 但意外的是 代孕公司不久后联系了她 告诉她已被一位老太太选中 为其在新西兰的女儿代孕 张娜满心欢喜 迅速准备行装 飞往上海 与代孕公司和雇主梁秀芳见面 梁秀芳 一位曾在海外经商多年的上海老太太 目光中透露出深深的悲伤 原来 去年她的外孙女不幸遭遇车祸去世 给家里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她无法接受这一损失 便怂恿自己已绝经的女儿 通过代孕再获得一个孩子 尽管其中女儿和女婿都不同意 但最终在她的坚持下 她们勉强接受了这个计划 在沟通的过程中 梁秀芳不识地投以赞许的目光 给旁边的代孕公司负责人云志斌 云先生之前已经给她提供了很多资料 而在那些资料中 张娜的简历尤其令她印象深刻 她对张娜说 听说你家庭健康状况很好 没什么遗传疾病 这点很重要 张娜点头应试 回答道 是的 我父母身体都很好 您完全可以放心 梁秀芳稍稍松了口气 接着提出了下一步的计划 接下来 我们得去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确保一切都没问题 说着 她便带着张娜和云志斌 一起前往了上海市静安区的富有保健院 医院的全面检查 确认了张娜的健康状态非常良好 这让梁秀芳更加放心 第二天 他们在一家茶馆的私密包房中 签订了关于代孕的秘密协议 这份协议详细列出了张娜的代孕期限为 17个月 并且规定了梁秀芳需负责张娜的生活开销 并每月支付她3000元的生活补助 如果成功生下孩子 张娜将获得10万元的佣金 如果是双胞胎则用金翻倍 此外 协议还包括了孩子出生满月后进行的亲自鉴定 云志斌详细解释了协议条款 提醒他们注意 梁夫人可以单方面终止协议 但张娜你就不能单方面退出了 如果你同意这些条件 就在这里签字 张娜仔细阅读了协议 觉得条款公正 便没有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字后 张娜收到了梁秀芳给的3000元往返机票费用 并匆忙回到厦门 回到厦门后 她并没有告诉男友金海洋 她即将从事的代孕工作 而是告诉她自己 在上海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外贸公司工作 她解释说 自己将辞去现有工作 前往上海发展 待工作稳定后回回来 金海洋对此毫无怀疑 还不舍地叮嘱她要照顾好自己 张娜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和对金海洋的不舍 但她知道这是她实现梦想的一步 她迅速辞去了厦门的工作 满怀憧憬地飞往上海 开始了她的代孕之旅 到达上海后 张娜搬进了梁秀芳在康定路的家中 最初与陌生的老夫妇同住 让她感到有些不自在 但梁秀芳和她的老伴待她如亲人 很快就消除了她的陌生感 张娜的活泼性格 使她很快与梁秀芳 及家中的保姆小刘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她甚至开始学习做饭 逐渐融入了这个新家 不久 梁秀芳的女儿和女婿 从新西兰飞回上海 她们对张娜的印象也非常好 休息了一天之后 女婿便去医院采集并冷冻了精子 到了十月中旬 人际医院的专家确定 张娜处于排卵期 很快便进行了人工受精 张娜在手术后重返梁秀芳家中 感受到了一种尊贵的待遇 老太太 老爷子和保姆三人 对她的关照无所不知 让她感到受宠若惊 尽管备受照顾 但张娜心中明白 她之所以受到这样的特殊对待 是因为 她将为这个家庭带来新的生命 为了保持与男友金海洋的联系 张娜换了一个上海的手机号 假称自己在新工作岗位盲目 无暇接听电话 只能通过短信沟通 金海洋对此表现出了理解 并不断嘱咐她要好好工作 不要过度劳累 每当收到男友关心的短信 张娜心中既温暖又感到愧疚 她担心如果金海洋知道真相 她会怎么看待她 是否会选择离开她 这段时间里 张娜一直未能怀孕 让梁秀芳感到困惑和焦虑 她迅速联系了上海市的一位 著名妇产科专家组织了一次针对张娜的全面会诊 会诊的结果显示 张娜的双侧输卵管轻微堵塞 这是上次人工受精失败的原因 专家建议先进行输卵管疏通手术 然后再尝试人工受精 听闻专家的建议后 梁秀芳情绪低落 回到家中 她和远在新西兰的女儿女婿进行了长途沟通 然而 这次夫妻俩坚决反对 继续进行代孕 女儿认为既然第一次受精畏果 就表明他们与孩子无缘 她还提到 考虑到他们的年龄 养育一个小孩子的经历和责任 使他们难以承担的 她建议母亲不要再坚持 并提出应该补偿张娜 让她尽快离开 尊重女儿的意见 梁秀芳决定不再追求代孕的事宜 根据他们之前签订的协议 她有全单方面终止合同 那天晚上 梁秀芳与老伴商量后 决定试图让张娜主动提出退出 第二天 梁秀芳拿出5000元钱给张娜 建议她回厦门再做一次详细的医疗检查 强调了疏软管堵塞对女性的严重影响 不仅关系到代孕 还可能影响将来的生育 张娜虽然收下了钱 却并不知道梁秀芳的真实意图 她以为老太太是出于关心 张娜回到厦门后 立即前往一家大医院进行复查 确诊了疏软管堵塞的问题 并在医院花费3000多元 进行了疏通手术 尽管与金海洋保持联系 她依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 害怕深入的提问 可能暴露她的秘密 手术一周后 张娜返回上海 重新住进梁秀芳家 然而 这次她明显感觉到 梁秀芳的态度有所变化 甚至连家里的小保姆小刘 也对她的态度冷淡了许多 此时此刻 张娜并不知道 梁老太太已经取消了代孕协议了 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再次进行人工手精手术 某个夜晚 餐后 她满怀期待地对梁秀芳说 阿姨 我在厦门已经做了书软管书通手术 并且调养得差不多了 您看咱们何时再去医院 进行人工手精的 梁秀芳面对这样的问题 知道再隐瞒下去 也不是办法 便直言不讳地告诉张娜 我前几天跟我女儿和女婿通的电话 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他们决定不再继续进行代孕了 考虑到我们的年龄 我们也没有精力再抚养孩子了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张娜如遭雷击 所有的希望瞬间破灭 她感到无比的心痛和失望 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像一个受到极大委屈的孩子 梁秀芳看到这样的场景 不由得心转 急忙安慰她 孩子 别这么难过 其实 代孕对你来说 也不是什么好事 你将来还要结婚 如果别人知道了你曾经代孕 可能会有偏见 你年轻有为 何必为了钱而委屈自己呢 张娜哭诉道 不是的 阿姨 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我为了这次代孕 已经辞掉了厦门的工作 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 我回厦门该怎么办呢 梁秀芳健壮 心中一软 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那你在上海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如果暂时没有地方住 先留在我家里 我不会见你困难不理 张娜略微整理了下情绪 决定重新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但在上海找工作并不容易 她奔波了半个月 最终在一家装饰材料公司 找到了一个销售部经理助理的职位 尽管收入不如之前的工作 但也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新工作虽然辛苦 常常加班到深夜 但至少给了她一个重新站稳脚跟的机会 时间一晃而过 梁秀芳健张娜已经在上海稳定下来 便提出她应该搬出去自立门户 这突然的提议让张娜感到措手不及 她的工资 在上海的高消费环境中 只够勉强维持生活 独子租房几乎不可能不入不敷 之前梁秀芳虽然说过 可以一直住在她家 但现在工作稳定了 梁秀芳却似乎改变了主意 张娜心中难免感到一些失落和不平 但也知道 自己与梁老太太并无太深的关系 不能总寄居在人家家里 她小心翼翼地回答 阿姨 我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住处 如果我找到了 我就搬出去 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梁秀芳虽然不满 但还是给了她一点宽限 好吧 那你快点找吧 那天晚上 张娜躺在床上 内心充满了屈辱和无助 思索着自己的未来 她开始策划一个绝望的计划 想要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 来解决自己的困境 虽然这违背了她的原则 但绝望让她几乎忽略了后果 她计划再给梁家老夫妇 做晚饭试下药 让他们昏睡后 抢劫他们的财物 逼迫他们交出银行卡密码 这个计划在她脑海中 盘旋了整个夜晚 直到凌晨 才带着复杂的心情 再次入睡 早晨七点 张娜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 她感到焦虑和迷茫 她迅速给公司打了个电话 请求一天的假期 吃过早饭后 张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她知道 如果只依靠自己 她可能无法完善 那个荒谬的抢劫计划 在深思熟虑之后 张娜决定将她的计划 透露给男朋友金海阳 她拿起手机 开始了长达半个小时的短信交流 在短信中 她坦白了自己曾尝试秘密待遇的事情 并诚恳地向她道歉 解释说自己没有与任何人发生不正当关系 金海阳接到这些消息后 感到震惊和困惑 立刻打来电话 张娜含位将一切都向金海阳坦白 解释自己的初衷 是为了赚钱帮助她减轻负担 金海阳沉默片刻后 表示了原谅 认为张娜的行为虽然鲁莽 但出于爱的动机 正当她准备挂断电话时 张娜急忙补充说 自己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她的帮助 张娜小声地向金海阳 透露了抢劫的计划 声称梁家有庞大的家产 这次虽然代孕失败 但她不愿意一无所获 她向金海阳解释 一旦梁家报警 他们的隐私会被公之于众 他们为了维护面子 可能不会报警 金海阳听后 担忧地问张娜这么做 是否会有危险 张娜向她保证 已经有了周密的计划 如果她能来上海协助 事情将更为顺利 金海阳最终同意了 并于2007年1月4日飞抵上海 张娜在机场接她后 两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详细讨论了抢劫的步骤 那晚金海阳住在了姨妈家 而张娜回到了梁家 两人通过短信保持联系 第二天 张娜请了一天假 将安眠药粉碎后 悄悄地放入家里的午餐事务中 她希望在梁家人中毒后 与金海阳回合实施抢劫 但事与愿违 即便是晚饭时分 梁家人依然精神抖擞 没有表现出任何疲倦的迹象 张娜匆忙退回自己的房间 心中满是疑惑和焦虑 晚餐后 梁家老夫妇和保姆小刘 准备外出观看戏剧表演 完全没有受到安眠药的影响 这让张娜怀疑 自己的计划是否真的可行 她通过短信 向金海阳报告了情况 两人约定在梁家老夫妇离家后 在附近的麦当劳见面 商量接下来的行动 金海阳皱起了眉头 深思熟虑了好一阵子 终于开口道 既然直接抢夺他们的东西不现实 那我们不妨换个方式 透 他们家里的财宝一定不少 她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冒险的兴奋 她转头对张娜说 你能不能想办法 前进老太太的房间看看 肯定能找到些金银首饰之类的 张娜听后 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金海阳的计划 两人在角落里怯怯思语 商量了将近一个小时后 依依不舍地分开 张娜回到了梁宿方家 这里她伴做一名普通的保姆 门被小刘保姆打开 张娜故作镇定地问道 林阿姨和叔叔还没回来吗 小刘打了个哈欠 打道 他们去看戏了 估计得到半夜才能回来 张娜心里一紧 回到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打开了电视 可电视节目如何 也吸引不了她的注意力 她的脑海里 全是如何进入 梁老太太的卧室的计划 那房间一定藏有不少财宝 但老太太每次出门 都会锁上房门 令人难以接近 就在这时 梁老太太因为一个紧急电话 匆匆回到家 她告诉张娜 她的老伴在看戏室晕倒了 现在急需她到医院陪护 她匆忙收拾了几件衣物 叮嘱张娜在家里看好 然后带着必须的东西 又出门了 张娜迅速给金海洋发了消息 后者得知情况后 兴奋地回复说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他们决定等到夜深人进食行动 果不其然 凌晨时分 梁老太太再次匆匆回家 并带走了小刘保姆 这让张娜独自一人在家 她立即将这一消息 告诉了金海洋 现在是个好机会 快去看看卧室门开了没 金海洋在电话里催促 张娜悄悄走到卧室门前 却发现门依旧被锁着 她气愤地拍了拍门 无奈地返回自己房间 她又打电话给金海洋 探讨接下来的计划 金海洋分析说 看来那老头子的情况可能相当严重 说不定得住院几天 你等保姆回来后 打听一下具体情况 再找机会进屋吧 第二天一大早 小刘保姆回来了 她看起来疲惫不堪 张娜迎上去关切地询问 刘姐 叔叔伤势如何 小刘说她已经醒了 但还需要留院观察 可能是轻微脑梗塞 看着小刘困顿的样子 张娜提出 替她继续打扫卫生 以此为由留在家中 小刘感激地接受了她的好意 张娜趁小刘进房间休息之际 轻手轻脚地打开了梁秀芳的卧室门 她心中一阵窃喜 迅速地搜寻起来 她在老太太的房间里 找到了五块手表 一块玉佩 六只金戒指 三根金项链 以及一千元现金 张娜站在满是赃物的房间里 一边清点着战礼品 一边皱着眉头摇头说 这怎么可能 这点东西而已 汤家明明这么富有 怎么只有这么一点值钱的东西 不满与疑惑交织在她的表情上 她显然觉得收获远未达到预期 在不甘心的趋势下 张娜决定再进一步搜寻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梁老太太的衣柜 里面整齐地挂着几套高档服装 和四双昂贵的名牌皮鞋 这些东西迅速被她转移到自己的行李箱中 趁着晨光为起 保姆小刘还沉睡之际 张娜提着两只沉甸甸的行李箱 匆匆离开了梁老太太的家 她直奔与金海洋约定的地点 两人来到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 开始清点赃物 金海洋见到这些东西后 不无失望地说 你不是说他们家很有钱吗 这点东西顶多值五千块 张娜也颇为无奈 回应道 我也不知道 费了半天劲只能找到这些 于是他们决定将金银首饰和玉佩 先拿到当铺去点当 但因为没有购物发票 多家当铺都拒绝接收 只有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金店里 他们以400元的价格卖掉了那块玉佩 1月7日上午 张娜让金海洋戴着手表 金首饰 服装和皮鞋等赃物返回厦门 而她自己则留在上海 住进了公司的集体宿舍 打算重新开始 尽力忘掉曾经的代孕计划 但她深知 一旦做了坏事 很难真正逃避责任 果不其然 那天中午 她的手机突然响起 张娜看到来电显示 是梁老太太的电话 她吓得全身一颤 梁老太太电话一接通便 怒吼起来 你这小偷 居然敢偷我家的东西 快把东西还给我 否则我报警抓你 张娜慌忙辩解 但梁老太太愤怒地挂了电话 原来 梁秀芳早上从医院回家 就发现家里被翻过 贵重物品全部捡了 保姆小刘昏迷在厨房 被急忙送往医院 小刘醒来后回忆说 她听到动静起来查看 正好看到张娜在动手偷东西 张娜见状 一时手忙脚乱 用擀面杖将小刘击婚 张娜挂断电话后 忍不住回拨给梁老太太 声称自己的行为 是因为梁家单方面撕毁代孕协议 未给予任何补偿 因此 她才会取走一些东西作为补偿 她还威胁要公开代孕协议 让梁家名誉扫地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涉 双方最终决定私下解决问题 梁秀芳同意支付五万元 买断张娜手中的代孕协议 以此了结这场风波 1月11日 张娜通过小区物业部门 将部分被盗物品归还给了梁秀芳 并顺便交上了一份代孕协议 完成这些之后 她立刻打电话给梁秀芳 催促对方尽快将五万元的补偿款打到自己的账户上 梁秀芳的回答却让张娜愣住了 我们说好的是你得把所有偷走的东西都还给我 现在你只还了一部分 其他的东西还没赢呢 没还完 我当然不会把钱给你 等你把东西都还清了 我再打钱给你 张娜只好无奈地联系金海洋 希望她能把剩下的赃物也一并还给梁老太太 但金海洋的回答却让她哑口无言 我为什么要还 我辛辛苦苦去上海帮你弄这些东西 那可是我应得的补偿 如果梁老太太想要东西 也得给我五万块钱 听了男友的话 张娜决定再次与梁秀芳进行谈判 想从中争取更多的补偿 她心想 代孕这种事情涉及隐私和名誉 梁老太太肯定不会选择报警 然而 张娜万万没有想到 梁老太太最终还是决定报警 而那五万元的补偿金 也未能打入她的账户 1月31日上午 上海市公安局近安分局 迅速响应梁老太太的报警 将张娜和金海洋抓获 到了3月6日 张娜和金海洋因盗窃罪 被上海市近安区人民检察院正式逮捕 而更让张娜震惊的是 她在被捕后 才真正了解了金海洋的真实面目 一位办案检察官向张娜揭示了金海洋的真实身份 金海洋根本不是什么电视台编导 只是一个初中毕业后四处打零工的人 你以为他真心爱你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怎会连连怂恿你去做违法的事 如果他真实编导 怎会对法律一无所知 更让张娜心如刀割的是 检察官告诉她 金海洋在老家已有未婚妻 不久后就要结婚 她之所以忙 是因为一直在与未婚妻联系 她除了未婚妻外 还有其他几个女友 只是把她们当作玩笑 张娜被这一连串的真相击垮 彻底崩溃 4月20日 上海市近安区中级人民法院 对张娜和金海洋的案件作出判决 两人因盗窃罪名成立 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并各处罚金1000元 出狱后 张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能重来 她会选择城市工作 用自己的劳动成果 铺设事业的道路 而不是走旁门左道 寻求不易之财 消息传出后 她断绝了与金海洋的所有联系 决定回故乡重新开始生活 至于金海洋 她的未婚妻在得知真相后 提出了分手 结束了他们的关系 这场纷争 终于画上了句号